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地企业以及学术界角度和县长总不能进行对话 今天的主题是从蜕变力缠城市的魅力 我们邀请到产业界学术界的代表 那最主要的就是希望让大家了解 彰化脱胎换骨的过程 那彰化呢从传统的农业大县 从传统的文化古都 能够保持原来的农业的精华并且发扬光大 而且我们蜕变成为一个田园科技城市的一个心路历程 跟未来发展的愿景 这是我们今天主办城市魅力论坛的一个目的 这也是我们彰化能够受邀到上海世博城市论坛 成为唯一受邀代表的一个魅力 就是我们要进行一个城市的经济转型 能够由经济转型中展现城市的魅力 而且有达到能够达到永续经营的目标 彰化市著名的文化历史之都 近年来在卓县长的带领下 做出许多的创新与变革 从农业到科技 休闲观光 随着十大产业博物馆的推动 吸引了企业的进驻 加以交通网络完善的规划 彰化阳光下将不仅是道与花香 更有产业汇彻与独特的文化风貌 在我们过去几项重大的城市的规划 都已经逐渐落实 并且能够达到开发结果 包括彰化新的都市计划 园林新的都市计划 还有我们中科四企 在各项问题都得到中央协助解决之后 我们将来彰化不管是城市规划的愿景 还有整个产业的发展形成 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彰化 能够成为一个蜕变成功的一个经济转型 包括我们兼具有田园休闲之美 兼具有农业精致的精华 并且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田园科技城市 这是我们彰化未来发展的愿景 跟远大的目标 随着建国百年的到来 明年的全运会将在彰化举行 传承先贤的智慧持续延续 县长针对百年全运和未来的愿景 与与会的来宾进行意境的交换 县长精辟的论述也赢得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 观众也从这场2010城市魅力论坛 从蜕变力谈城市魅力中 感受到彰化的雄心与蜕变 公益频道刘希教 彰化采访报导